我们再来看到全世界最关注的尾巴冲突 在周六当地时间凌晨的时候 哈马斯开始发动攻击 目前来讲伤亡非常的严重 是 我们先来看看最新的伤亡情况 巴勒斯坦回校的激进组织哈马斯 在7号清晨向以色列大举发动攻势 同时以色列军队也空袭加沙地区作为回应 摧毁了多个哈马斯的据点 截止到目前我们看到的统计数字 冲突造成以色列超过700人死亡 以及2000人受伤 而加沙地区则有至少400人丧命 2200人受伤 同时被挟持进入加沙地带的 以军士兵和平民更是超过了100人 当然这些数字目前也仅仅是保守估计 预计接下来会更多 是 当然事情发生的时间 是在周六当地时间的凌晨 那许多民众甚至在睡梦中 就听到开始先是有一些爆炸声 当时还不太以为意 但后来这个消息传出 这个情况越来越严重 那甚至除了这个5000多枚到6000枚的 火箭攻击之外 另外巴勒斯坦这边哈马斯 甚至还越过边界从加沙地区进入以色列境内 开始对平民开枪 甚至绑架押回去加沙地区 是 所以我们看到目前为止 哈马斯当天是发动了预计有5000到6000枚 这样的火箭炮弹 但是同时我们也知道其实对于加沙地带 一直以来都有着非常严密的控制 而且整个的空防系统也布局的比较严密 怎么会有这么多火箭炮到底是哪来的呢 是 那当然我们现在知道 过去一直以来巴勒斯坦在这个以色列的 这个等于算是统治之下加沙地区 实际上是一面是面海 另外两面完全被以色列用这个围墙 等于铁丝网包住 另外一边是埃及跟埃及这个边界有11公里 那这边以色列是51公里 海岸线41公里 那照讲是滴水不漏 那为什么会有5000枚的这个叫亚兴火箭 在这个从这个加沙地区朝以色列发射 那这个就让大家觉得这个特别奇怪的地方 但是如果了解这个巴勒斯坦也知道 他们的这个经济实力还有军事上 不可能得到真正的这种所谓军事武器 那实际上他们现在发射的火箭 都是所谓的土法链钢 做出来的这个土制火箭 因为从发射的刚刚画面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尾部冒出的是黑烟 那黑烟代表它实际上是属于黑火药 因为我们看到过去许多专业的这种火箭发射 一般都是白烟 它发射是黑烟 然后他们的那个非常的简陋 就是用钢管的 前面是弹头 后面是这个推进的火药 然后后面弄四个尾巴一焊 然后在架子上一架就发射了 这个基本上是散弹打鸟用蒙的 打到哪里算哪里 当然杀伤力相对之下就不是那么的精准 从画面上各位也可以看到 他们实际上就是那么简单 简简单单的就是两个一个铁架 这样一架也没什么 也不知道能打多远打到哪都不知道 反正朝人多的地方发 所以在这一次它短短的时间当中 发射了20分钟 发了5000到6000枚 是的 让以色列最自豪全世界最棒的铁穹 防空系统毫无招架之力 为什么来太多了 它那个铁穹全部发射 都对付不了那么多火箭 燃不了那么多 而且如此大规模的袭击 在以色列方面来说居然毫不反应 之前的情报工作看来也没有起到 多大的作用 所以这次的杀伤力才会那么大 当然以色列现在是非常的愤怒 在8号的时候就召开了内阁会议 而且在7号就批准批准实施了第40条条款 那这条款意味着以色列正式对哈马斯正式进行宣战 而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加沙地带更是展开了重大的军事行动 宣言要彻底的消灭哈马斯 同时我们看到以色列军队现在是重型装备 向加沙地段进行集结 而且主战坦克是源源不断的开往前线 所以我们看到接下去的局势会更加的严重恶化 是那当然照讲这个以色列的情报机构 Mossard这个单位在全世界是赫赫有名 那跟这个美国CIA什么军情六处 大概都可以媲美 但是为什么情报网那么严密 那加沙基本上巴勒斯坦人 又被以色列控制的死死的 怎么会没有一点点出司马基 因为这次行动看得出来是非常的有计划 第一你要准备五六千枚 这个所谓亚兴火箭 那这个亚兴实际上是当初哈马斯创办人亚兴 他遭到以色列的这个等于算是刺杀了 所以他们后来为了纪念这个创办人亚兴 他们就做出的火箭叫亚兴火箭 那当然这一次这个情报就第一 五六千枚同时在20分钟发射 那代表是早就有准备 那怎么情报都没有 那第二在这个火箭发射完之后 这个突击部队就出发了 骑着摩托车两个人一组 前面是推土机把那个围栏 这个边界围栏推倒 推倒之后然后就这个摩托车队 就通过这个边界往以色列境内 开始这个俘虏俘虏以色列人 甚至杀以色列人 另外空中还有那种飞行伞 也来了 哇 那个完全是像那个电影情节 但是完全看得出来 这一次计划已久 绝对不是临时起义 所以我们发动对以色列的攻击 应该看起来至少筹备 大概超过一年以上 可是情报机构怎么会不知道 是 而且您刚才提到一点 就是我们看到以色列 背后最大的支持者应当是美国 对 而以色列的情报机构 又和美国的CIA 应该是联系非常紧密的 对啊 而且美国在全球都部署着 大大小小不同的卫星 怎么会没有发现 但是我们想想之前发生的事情 之前呢 中国在促成沙特伊朗和解的时候 渐渐的和中东的关系越来越好 而美国早就有打算说撤出中东之后 想要重回中东 但是其中没有任何一个理由 可以让美国这样做 是 接下来这件事情 算不算是给了美国一个理由呢 非常有理由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基本上 现在拜登早在上任之后 就准备撤出中东 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 他在亚洲要去对付中国 这是第一个关键 第二个美国国会对于中东事务 大家不太想再花钱了 因为在中东当年那么多战争 不管是什么他入侵伊拉克 或是阿富汗这些 那是很昂贵的 每一天都是要上亿的成本开销 所以美国国会 早就一听到中东都不想给钱 所以拜登上台之后 他觉得大概中东 他已经十拿九稳 他把重心准备转移走 就是在这时候发现 中国居然在他离开之后来了 实际上中国早年早就在中东 你想想看中国跟伊朗可以很好 沙特很好容易触合对不对 跟以色列很好 跟巴勒斯坦也很好 也能触合 其实中国基本上在中东都是朋友 而且都是好朋友 所以美国突然发现这个情况 似乎中国已经要取代 美国在中东的地位 所以我们看到美国这次的反应 我们来看看这种猜测是不是正确的 那美国的人员 美军人员是周日向美媒透露 说美国海军即将要调动的是 航母战斗群前往 比较近以色列的位置 地中海的东部 同时美国的国防部长奥斯丁也表示 与拜登商讨之后决定派遣部队 加强在以地区内的威慑力 将派出福特号航空母舰 还有一艘导弹巡洋舰 四艘导弹驱逐舰 以及增派战机 其中就包括美军的F35 F15 F16 A10战斗机中队 好 那我们回头再看美军基地在中东还有多少 大大小小大概还有七八十个 还有七八十个什么F16 A10攻击机 都是属于地面起降飞机 那这时候掉福特号来到以色列 那真的要打谁 打谁 对不对 如果今年是一个比较正规军 像当年这个中东战争 什么埃及什么打以色列 人家是大规模部队 开着坦克车浩浩荡荡来了 现在哈马斯在哪里 你怎么打 他应该派地面部队才对 如果真的要帮助以色列打的话 他更不敢去啊 这个地面部队一去就陷在里面出不来了 好 所以现在呢 这个美国说的来来 但是怎么下手啊 这个我看美国人现在头也大 那以色列为什么会让这个事情发展成这样 因为实际上各位知道 以色列在多次中东战争之后 基本上西奈半岛 西奈半岛靠近运河区 埃及这边西奈半岛 跟格兰高地靠近叙利亚这边 这个还有这个加沙啊 基本上他都抢了战了 但是他认为加沙呢 这边啊比较小 比较好控制 围墙围好 西奈半岛跟这个格兰高地啊 这个格兰高地在上面哈 是比较难搞啊 那所以呢大量的军事力量部署啊 在这两个区域 在这两个区域啊 那对他来讲呢 实际上他有一点点忽略了这个加沙地带 会发动攻击 他认为有可能发动攻击 是来自格兰高地或是西奈半岛 没想到这一次是从加沙 加沙就在这个海边 这个位置那么边边一点点啊 担任住了那个里面密密码码 住了两百多万 这个所谓的巴勒斯坦人 是啊 那实际上在那个加沙外面 都是绿油油的粮田 那都以色列的对不对 里面呢细细长长 也有田 但是黄不拉击的哈 人口非常的密住在这个地方 你就知道这些问题啊 当然你要追溯历史几千年的 对几千年的历史了 而且我们看到这一次 其实以色列呢 在整个的反击过程当中呢 空袭了加沙的426个目标 同时还击中了哈马斯的领导人 尤尼斯的寓所 那他的遗体呢 也在房间中被发现 而且截至到周日 加沙共有370人死于乙军的攻击 超过2200人受伤 而外界估计乙军完成 清剿境内的哈马斯武装分子之后呢 便会发动地面攻势进入加沙 可是我们看到其实这次的攻击 现在已经引发了一种连锁反应 不仅仅是加沙地区 现在周边的很多地区都开始有了反应 声援嘛 因为大家都是阿拉伯兄弟嘛 对不对啊 那声援的有哪些国家 我们来看 首先我们看到 声援的国家呢 有黎巴嫩 叙利亚 伊拉克的回教抵抗组织 和巴人进行了一个联手 而且我们看到目前为止呢 以色列的国防军认为说 从黎巴嫩南部向巴 舍巴农场发射了火箭炮和破机炮弹 试图摧毁在山上的远程雷达的装置 那么这些装置呢 都是用来探测和追踪来自黎巴嫩和叙利亚的导弹的 那与此同时呢 黎巴嫩的军方还发表声明 说从黎巴嫩被占领的土地上空呢 向以色列发动相关的火箭和炮弹 那么以色列的军方呢 也是出动了大量的大炮和坦克 其中一个袭击了萨巴农场和卡法尔苏巴村 也以及周边的郊区 同时也造成了相应的平民的伤亡 是 那基本上你刚刚讲这几个农场 都在格兰高地的北边 实际上也是以色列抢来的了 屯肯区盖了很多 当然这个以色列人对这个巴勒斯坦人呢 或称简称就是阿拉伯人了 那实际上是毫不客气 那当然昨天晚上加沙地区是 所有的电以色列切掉了 因为加沙地区一直以来 它的电力供应 能源供应 什么很多饮用水粮食 都是以色列这边给 甚至加沙地区的人出来 要到以色列像什么西奈半岛 其他地方去工作 还要拿特别工作通行证 那以前是不准出来的 所以加沙地区的这些 就是巴勒斯坦人可怜到不行 又穷又什么都缺 对不对 那但对他们来讲没有明天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看他们的这种等于算是发动攻击 这个其实背后已经是酝酿已久 对 而且现在以色列 其实至少有着面临着 三方面的一个威胁也好 或者是攻击也好 首先我们看到就是刚才 我们说的正面攻击 就是和哈马斯 也就是引发这场冲突的 最直面的一个攻击 还有其实在以色列境内 刚才我们提到有200多万的 这个以色列巴勒斯坦人 其实是占他总人口的将近四分之一 那么和哈马斯的冲突当中 其中的这些巴勒斯坦人 也有很大一部分在深远哈马斯 那还有一部分就是黎巴嫩的真主党人 也在对其进行火箭炮的攻击 所以至少他要面临着三面的攻击 对 所以现在以色列第一时间就找美国求救 希望美国能够支援他 当然目前为止西方国家对以色列都还在出嘴的阶段 声远谴责哈马斯 但是还没行动 是 而美国他说在周日的时候 首批的援助以色列的物资已经发出了 说在未来几天的时间内会抵达以色列 而拜登也一直强调以色列有权进行自卫 所以其实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 包括要让什么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的关系正常化 其实也是很大一部分导致以色列 今天面临这种境地的原因吧 是 当然我觉得这个关键因素是有了 还有一个最重要就是 中国慢慢在中东的影响力 是美国比较恐惧的 那刚刚我们前面讲了很多 当然站在很多东西都有因果关系 我在看待这一次的算哈马斯的攻击当中 有许多疑点 我刚刚前面我们有讲到 怎么会有5000枚 这个亚兴火箭 你好歹这个一个火箭大概两米长了 你就算用钢管做 那也要很多钢管嘛 对不对 好 第二里面就算塞的是 他们说是化学肥料啊 什么糖啊什么这就是类似比黑火药还差了 那这个东西总要有嘛 对不对 往里面塞嘛 对不对 弹头要炸药 这个落地之后要爆炸 这个东西都哪来的啊 他们在哪做 是叫做境外做好运进袈裟 还是原料到了袈裟在袈裟做 那没杀那么棒的情报网 不可能在加沙地区啊 没有线员跟情报员 对不对 都不知道啊 然后呢这个发动攻击啊 是一个看得出来是一个非常有计划 这边火箭先发射 对不对 天一亮 那个地面部队啊 也不能叫地面部队 地面模特车队就破破边界 往里面冲 还知道特别去冲哪里 刚好有个音乐活动了 对 因为我们看到 其实现在网络上流传了一个视频 就是哈马斯在这个在音乐节上 然后挟持相关人士的视频 那其中呢就有一个女孩 是25岁的以色列的女学生 在光天化日之下呢被掳走 当然这个视频相信很多朋友们 已经在网络上看到了 那目前为止我们看到这个女孩呢 经这个以色列驻中国使馆的证实 说这名女生是在北京出生的 以色列华人混血儿 那么他的名字呢叫做诺亚 父亲是以色列人 母亲呢是中国人 他在以色列在参加音乐节的聚会期间 被哈马斯分子绑架 而这个聚会呢在以色列南部的一个 这个和平音乐节 那同时呢这个哈马斯也把他呢 从以色列拖到了袈裟 而当时呢其实他的男朋友 也是在被人嫁住的 说眼看着这名女神就被绑走了 是那当然这个是其中之一啊 据说呢这个大概千千或或有三四十人啊 对 被通通被绑架走 而且是女性居多啊 是那有女兵还有一个德国的一个女孩子啊 据说呢现在已经身亡啊 甚至呢这个哈马斯啊带着他游街啊 对 尸体放在车上 因为他有纹身 他的家人一看哎呀就他们的亲人嘛 是而且还有一些游客参加音乐节的 很多被抓 很多被抓还有被打死 以色列怎么一个少将也被抓了 对以色列的少将有两名应该算是少将和上将级别的 这样的人士是被打死 所以对以色列来说冲击也很大 但是真心的希望这些这个无辜被伤害的 哈马斯绑架的 绑架的人可以平安嘛 对当然哈马斯绑架人质啊是有目的的啊 因为以色列犹太人呢 在1948年建国之后呢 他们永远有一个原则是一个都不能少啊 一个都不能少的概念是 比如说我们这一个班啊 这个八个兵啊出去巡逻啊 是那万一有这个弟兄啊阵亡了 那我们的他们以色列人呢 怎么样都要把那个阵亡的兄弟兄啊 这个同袍啊扛回家都扛回去 一个都不能少啊 所以过去曾经有过一个以色列士兵啊 换了将近1000个这个就是 就是换巴勒斯坦人闹事啊什么被抓的 是一个换1000个 所以其实哈马斯现在也是在换人的阶段 因为听说现在最近呢 这个以色列抓了一些哈马斯的这个领导层的人物啊 那当然呢这次他们绑回去之后呢 这个基本上就是要谈条件啊 那最好啊就是有更多国家的人 反而适合这个谈判 但没想到德国这个怎么后来会死掉了啊 但是现在听说德国大使馆已经出面啊 在介入啊关于他的这个德国公民啊 在遇害的这些事 而且我们现在看到是圣战组织的领导人叫做纳克哈 他是这样表示的 他说呢这些俘虏包括了以色列的士兵 还有一些犹太的殖民者 同时他说除非以色列释放该组织的所有囚犯 否则呢不会将这些俘虏遣返 所以我们看到呢其实这也涉及到一场人质的一个交换的 这样的一个运动吧 因为大概巴勒斯坦人一直以来觉得 就是没有被公平对待也无力啊反抗 最后呢会做出这种行为 但这种行为是被谴责的啊 是不能够被接受的 但是毕竟来讲呢这个尾巴的问题啊 就像中方一直也是希望能够双方好好的和解嘛 是我们看到目前为止呢 中方的外交部是呼吁各方要立即停火 直到平息冲突 而且指出了根本出路在于两国的和平方案建立独立的巴勒斯坦国 当然中国学者呢也给出了自己的分析 他说此次冲突呢 是除冲击了以色列内塔尼亚湖政府的政治威望之外 也冲击了美国主推的印度中东欧洲经济走廊的计划 以巴仍然需要国际斡旋才能走出暴力循环 是当然中国推动以巴和解呢实际上叫做两国方案 因为在过去呢以色列不承认巴勒斯坦 很多西方国家不承认巴勒斯坦是一个国家 那当然呢在阿拉伯世界呢 他们也不承认以色列啊 这个犹太人呢这个是一个国家 所以中国的说法说既然现在事情发展到这 那如果你要追溯历史 像譬如说圣城耶路撒冷该是谁的 那个大概追溯到西元1500年前 那时候就开始在争 那么久以来如果要数这个旧账数不完 所以中国的说法很简单 这个两国原则 那巴勒斯坦我们这个以色列承认它是个国家 那当然巴勒斯坦要承认以色列也是个国家 大家都是国与国对不对 咱们坐下来怎么谈 那关于耶路撒冷将来 大家怎么样去敬拜各自的神嘛 比如说基督教的啦 犹太教的啦 穆斯林的啊 各的各敬拜各的啊 就不冲突啊 但现阶段来看这件事情啊 西方国家好像并没有给出支持的 他们不支持所谓的两国理论 对他们认为呢 这个基本上他们都还站在以色列这边了 对不对 所以巴勒斯坦人 有人甚至讲一句真话说 巴勒斯坦人生错了时间生错了地方 那根本呢 当时啊在1948年 就应该不让这个犹太人建国 但是英国当时在这个地区影响力巨大 对所以现在我们看到 其实中东国家真的自己的这个地区 能决定自己的局势没有那么简单 因为其实我们看到 申源哈马斯的还蛮多的 你看像阿富汗的塔利班政府 也是在申源哈马斯的 叙利亚政府也是在申源哈马斯的 包括我们看到的黎巴嫩 还有伊拉克也都是在申源哈马斯的 所以目前我觉得这个局势呢 还是蛮混乱的一个展现吧 而且中东地区的确要尽快的解决相关的问题了 要不然俄乌冲突再加上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问题 哇那真的是无休无止的战火了 所以美国现在把航母都掉来了 摆明呢就是给以色列撑腰啊 说要是谁敢动以色列 我揍你那种味道啊 但是实际上这个时代 你去回想历代的中东战争啊 套路就是这样 发动战争 美国介入 联合国调停 最后这个事情没有解决 所以会有一次两次 三次四次 这一次如果再打就是第六次 那中东是不是永远是火药库啊 我倒不这样认为 因为中国是蛮有希望的 你看连你想伊朗跟沙特死对头多少年 还可以和解 那以巴和解中国当时的外交部长秦刚 还打电话4月份 今年啊 给两边的外交部长说 咱们什么时候谈谈呢 听说内坦尼亚湖 本来是今年底要来中国 对 所以我们看到 其实目前为止呢 我们看到这个 还有包括美国的方向上 美国现在都没有钱来支援乌克兰 现在还有精力去顾到以色列吗 所以这是拜登的噩梦啊 这个很多啊 好多场 这个俄乌 这个中美啊 还有中东啊 头大头大啊 好多了啊 好多了啊